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可能会被忘记 但是一个人为什么做事情是不会被忘记的 在台上侃侃而谈 去年她站上TED舞台 这一次她来到师大和学生们分享自己的信念 年仅24岁的刘安婷从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却放弃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创办了Teach for Taiwan 投入弱势教学服务为台湾而教 她给自己的是一个冒险的理由 如果一味的用结果去判断我当初冒险决定是不是对的 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即使你踏出冒险第一步 你可能也走不下去 因为你可能有很长时间 看不到所谓甜美的结果 长什么样子 热情的和台下学生互动 刘安婷认为她是属于这个世代的一份子 所以改变应该要从自己开始 如果我们希望她要改变 那我们第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就是出来扛一部分的责任 这样扛责任的一个行动 不管我相信今天不管T-shirt她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甚至就算她失败了她垮了 我相信当我学习出来扛这个责任的时候 我自己肯定会失败 个人会失败 但是我相信这个世代才不会这样的失败下去 因为我觉得世代是一个失陪重症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邀请她 把她的理念分享到十大事之生 刘安婷在Teach for Taiwan找到自己的使命感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世代加入他们的行列 下面记者张一倩李文一采访报导